第十七题 利宏子虹资料上了解各种布料的特质 他准备的布料有棉布、羊毛和耐伦 又表示他整理的记录 请问甲、乙、饼分别是何种布料 我们看到甲燃烧时会有像烧羽毛这样的臭味 所以知道它是动物性纤维 在这里就是所谓的羊毛 而我们的乙呢 它的燃烧的时候末端会成球状 所以我们说它是合成纤维 那么在这里就是所谓的耐伦 那么饼呢 然而像烧纸张一样 所以它就是所谓的植物性纤维 那么在这边呢 就是所谓的棉布 所以甲是羊毛 乙是耐伦 然后饼是棉布 第十七题 我们说 请问甲、乙、饼分别是何种布料 我们答案选的是 C甲、羊毛、乙、耐伦、饼、棉布